前几天公布的一名确诊个案 案719是一名浙江台商 他在入境之后居家检疫的第12天才发病 被外界质疑 感染源恐怕是来自防疫旅馆 那么昨天指挥中心还强调 这个防疫旅馆在过去并没有任何的确诊个案 不过在今天呢 紧急的修正了原先的说法 因为经过了调查发现 案693也就是30多岁的德国籍男子 他之前呢也曾经住在同一间旅馆 而且呢两个人入住的时间有重叠5天哦 不过他们是分住在不同的楼层 那么这个德国籍的男子他是住在6楼 那么这个浙江台商他是住在3楼 而且检疫期间呢也不曾外出 因此研判两岸没有交集 但是为了慎重起见 还是会针对旅馆内的14名员工跟主管 进行写清检验 也会对环境裁剪 案719浙江台商入境后居家检疫第12天才发病 就被质疑恐怕是在台感染 而防疫破口不排除可能就是防疫旅馆 因为疫调发现先前的案693 德国籍30多岁男性 和浙江台商是入住同一家防疫旅馆 重叠时间有5天 他们到达旅馆的时候都是 直接走路上楼 所以他们也不会坐电梯 三餐都是以外卖的方式送到这个旅馆 那旅馆的人员会把这个餐点 放置在居检者的门口 然后在居检者自己再领取 案719在这期间也都从来没有走出房门过 指揮中心一一解释外界质疑的可能感染途径 更强调这张台商是11月22号返台入住三楼 案693是11月29号入境入住六楼 两起个案没有直接接触 但有医生认为可能的防疫漏洞还有这些 通风的部分的管线 其实大家都是用中央空调 工作人员一时疏忽 误认为所接触的只是单纯的居家的一个观察的话 其实还是会造成防疫的漏洞 就怕防疫旅馆有感染风险 慎重其见指挥中心将针对旅馆内的14名员工和主管 进行血清检验 也会对环境进行裁检 为了要排除是不是本土的议题 所以在针对这个部分会加做这个裁检 指挥中心谨慎处理 就怕一个万一防疫会工会一会 借宋报道